你在一个上升阶段 你在一个即将达到一个目的的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获得的谣言的概率要比别人大 对吧 你比如过去我上一单位去看那单位销售 墙上挂好多表 销售冠军 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 亚军销售了三套 剩余人都是一套两套的 然后我说我就奇怪 我就问我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 旁边人给我拉一边说 跟人睡觉 造谣 嫉妒 我就说了他一句 我说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 你知道各种单位 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 有销售天才 他绝对 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 这客户太多 对不对 这客户还姓女的 那他跟谁睡觉去 他不是这个 他就是造谣 他也没有看到乌中生有 这就是造谣的特点 那么你知道啊 在一个单位有人造你的谣啊 有时候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安慰你好 你比如说 有人一看 哎呀说咱这事啊 不成了就不成了啊 咱哪跌倒了 哪爬起来啊 咱还有下一回 这是人来安慰你 这安慰你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成了 造谣说明你什么 说明你成了 你比如谣言啊 能置人于死地 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 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大电影明星啊 阮林玉之死 就是谣言搞死的 就给他造谣 造谣无非就是谁和谁忠 谁和谁不忠 谁和谁上了床 这点破事 是不是 最后阮林玉 这个写下了 人言可畏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以自杀这种形式 表示对社会的抗争 我觉得今天确实没必要 这事呢 过去多少年了 过去的又八十年了 民国时期 阮林玉现在呢 是因为有电影可看啊 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史的话 你可以看看 他当年都演过什么片子 长得小鼻子小眼 那么一演员 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 他承受力不一样 有的人特别能承受 有的人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哭哭啼啼 要不然就一死了之 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 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 就说谁和谁睡觉了 对不对 这种造谣呢 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 那个年月啊 今天不是啊 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 过去女的一说 这女的跟谁啊 上床睡觉了 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 对不对 过去 这女的啊 跟过多的人 那时候过多 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 跟人有关系了 这叫破鞋 挂着那个破鞋游街 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 我小时候看到 对人的侮辱 和对人性的践踏 今天没有了 今天没有 今天我们相对来说 每个人对自己呢 相对都还有一个 这个自我把控的能力 社会对每个人来说 相对我们过去的那个 那段历史呢 要改善很多 要有很 这现代的人比过去人 相对有尊严 我们今天的人啊 都认为自己啊 对这个谣言是有辨识能力的 这其实不一定 你比如我们这些年 发生了很多事啊 你比如说 抢盐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一出事就抢盐 非典时期抢盐 这个 日本福岛 这个 核电站泄漏 抢盐 那为什么抢盐呢 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 把这盐 吹得神无其神 能够抗辐射 我简直就不能想象 盐怎么能抗辐射 盐要能抗辐射 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 每次当 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 不安情绪 这种不安情绪 被某些人利用 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 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 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 甚至有人买一人买一卡车盐 那疯了吧 所以 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 得有辩识 兄弟你轻点 上面的问题不大 那是一块石头 下去了 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 抢盐啊 抢还有抢板栏根啊等等 这些事情呢 这个意外 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 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 造谣 让你消费 很多人 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赚你一道而已 你比如啊 这种事情 古代就有 我们明清时期啊 你知道中国瓷器 西方人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 为什么能烧的那么白 那么漂亮 那么好用 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 这个 这个 哎呀 我们的宋求求跟内剑 溜金虎啊 哎呀 关系很好 你们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拍摄中希望发生的事情 嗯 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 因为猫的动作很轻 他觉得这个怪物啊 跟他有点接近啊 那是他徒弟 所以他跟他很亲 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 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的很贵呢 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啊 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 你把毒液倒进去他立刻就没毒了 就能喝了 你说这不是害人吗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 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都会发现 谣言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传的特别快 传播的快 为什么谣言传播比那个正经化传播的快呢 是因为大部分谣言人们没法判断 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 而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 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积怨的释放 所以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 我们社会中就是啊 就是过去说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就这个意思 凡是负面的特别容易传到特别广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的堵塞 堵塞 所以谣言的逻辑呢 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 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 这是谣言一个途径 另一个途径就是 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 比如仇富 这是一种情绪 仇富 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 我凭什么没钱 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 所以造一些谣 那么再有呢 是利用谣言 利用谣言 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 你比如说古代 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天降祥瑞 皇帝登基天降祥瑞 要不就是乱世出谣言 这都成为一种定律 古代乱世的时候 百姓都希望早点脱离苦海 所以都等待着 这个某些事物出现 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 你像陈胜吴广起义 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吧 当年就是 这个陈胜吴广 在这个 被蒸发前往渔阳的这个路上 遇大雨被困住了 道路又不通 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 你迟到 你晚到是要杀头的 那就是说 怎么都是个死 所以只好去起义 揭竿而起 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 你就要有一些 舆论手段 这种舆论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叫编排出来 我们如果把谣言 在此时看作是 既不是正面 也不是负面 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时它造谣是有用的 所以这博书上呢 用丝绸写在上面写撒字 陈胜王塞在鱼肚子里 别人打鱼上来 一打开说这是天意 这个我们今天觉得 这都是小儿科 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 所以这种不敬而走的 这种舆论迅速就会传播看 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 期盼 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中碰到的 所有的这种信息 我们先不说是不是谣言 要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这种判断对你生存是有好处的 我们老说不传谣 不信谣不传谣 但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呢 你要用你生活中的经验 对它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你比如我们生活中 有一阵子老碰到一个叫世界末日论 世界末日说都说准确的说 哪天哪天就世界末日来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的这种谣言 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 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呢 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诺亚方舟这么一说 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已经有三千年了 三千年以来 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个 甭管是谣言还是话题 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 对吧 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是2009年拍了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叫2012 世界末日呢 是什么时候呢 是2012年12月21日 叫1221 世界末日就到来 这天已经过去五年了吧 大家啥感受有没有 也把那天都忘了吧 可是当时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的人把家产卖掉 赶紧趁这个 剩下这日子好好玩 好好花 结果过了那天 财产也没了 末日也没来 我小时候啊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流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 你说他谣言也不一定是谣言啊 就是打鸡血 往人体里打鸡血 你今天想的都特可怕 抱一大公鸡 从那公鸡身上抽了血 直接就打进鞋管里 然后说这人就特精神了 你怎么精神 你也不能如一个公鸡精神吧 那公鸡早起来多精神 你要人打完鸡血成这样 还真麻烦 但这鸡血呢 我就直进不明白啊 它有什么道理 这动物的血 这鸡血毕竟不是人血 它怎么能打在人身上呢 人和人之间不化验 血型都不能输血 一输血 产生生命危险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液啊 大血型四个 O型的 A型的 B型的 AB型的 最老的血液是什么呢 是O型的 有四五万年的历史 这个A型血出现了 大概是在两万七千年前 A型血就形成了 那B型血呢 跟A型血的这个产生的时间呢 差个一万多年 一万多年 前后接着 那么AB型血呢 距今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它是A型血和B型血 演化出来的 如果你知道 血型的这个眼睛的过程 你就特别能理解 为什么O型血是万能输血者 而AB型血的人呢 是万能受血者 就是因为O型血 发展出来了 A型 B型 和AB型 它血型是这么发展下来的 所以上面的血型 可以往下 任意输血 这是我们对血液的一个小知识 但你说这动物的血 打的人身上 你不害怕 我今天想起来 那时候人都疯了 排着队 抱着大攻击 去打鸡血 所以你说它是谣言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 准有这个医学专家 能帮我们解释 人身上 为什么能注入动物的血 而我们自己的血型 如果不匹配 都不敢随便去书血 我们其实 有很多谣言呢 也可能是善意的 比如我们 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谣言 就说 在月球上能看到长城 小学课本也这么写 阿波罗 这个宇航员呢 说呢 从月球上根本就看不到长城 据说杨立伟 这个从太空返回地面 有记者采访 他说你看见了长城了吗 杨立伟说没有 看不到 你像长城 贵了包堆也没多宽 是吧 你从这个 那么老远的距离去看 这长城连条线都不是 你根本就看不见 所以我们想啊 这种你说它是谣言也好 说它是个误传也好 它最初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万里长城 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我们当然从感情上 愿意说 从遥远的太空 依然能看到人类这个伟大的工程 但是你从科学角度上你去想 那长城那么老远看 那不就连条线都不底吗 就是没了 看不见 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看见的 我说了半天谣言啊 我为什么说这谣言呢 是因为有人造谣 所以我就对这谣言呢 感兴趣 这谣怎么造的呢 因为好多人发给我看过 就说呢 我呀 原来也没钱 搞古董呢 这玩意儿得花钱 你想一古董多贵啊 说当年没钱呢 就说啊 王硕给我介绍了一富婆 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富婆 说这富婆呢 还在河北农村 然后呢 就说我就去找这富婆去了 让这女方的娘家人呢 把我捆在树上 三天三夜 连给我水都没给喝 这家人够狠 不给我水喝 然后被路过一放羊老汉 把我给救了 把我给放了 从那以后我就发奋图强 然后刻骨钻研文物知识 成为了一代宗师 我也不知道 他是造谣还是表扬我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版本 那版本说我是上山沟里去了 这版本是上了华北平原 另外一版本 是我被绑在山里去了 绑在山里也绑了三天三夜 我反正不管在哪 都肯定让人绑三天三夜 我看完这个 我确实不怎么生气 我先告诉你 我要被人绑住三天三夜 我还这么精神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身体好 身体确实好 你绑一三天三夜试试 而且永远碰着一放羊的老汉 这放羊的老汉 我听着怎么那么像神话 然后那富婆 那富婆要是王母娘娘差不多了 那河北农村在我年轻的时候哪来的富婆呀 我老说 我特别容易反驳这件事 不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富婆这东西 这社会有了富婆这东西啊 是这些年的事 不要以为啊 年轻人要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就必须必定棒一富婆 没那事 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啊 或者津津乐道呢 是因为他觉得啊 你钱哪来的呀 你不傍富婆 你哪来的钱去买古董啊 我先告诉你啊 我很多古董一开始没花啥钱 我喜欢古董的时候 是有收藏文字记载的 这个有以来一千年以来文物最不值钱的时候 有时候那东西可以白拿 我都说过 我有很多东西这不是买的 是人送过的 我喜欢人说送给你拿走 这东西有啥用 一破罐子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送过了 所以最初没有花多少钱 那我喜欢的时候也不能说一点钱不花吧 那时候花钱就是几块钱 十几块几十块 你想想真正瓷器变得有价值 就我感觉上了千 那都是进入九十年代 整整八十年代 你都给几百块钱算 那你随便买官窑啊 今天几百万的 那时候就几百块啊 差一万倍 所以你没赶上那段历史 就算你赶上那段历史 你不喜欢它 它也跟你擦肩而过 造谣这事啊 你当然一般人看啊 别人造你窑 你肯定很生气 因为每个人都爱心羽毛嘛 你不希望 就是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别人造你这种恶劣的窑 你心里很难过 其实呢 你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是非常正常的 谣言本身对社会 对人的伤害并不是很大 但是传播起来伤害就会很大 我们这种网络时代 会把一个无端的谣言扩张到 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 这句古信 荀子说的至今仍非常有利